观兰湖高尔夫球会打破欧美垄断 成功赢得自07年级高尔夫世界杯延续12年的主办权 这是观兰湖与高尔夫世界杯的第二次握手 第一次握手在12年前 1995年第41届高尔夫世界杯的成功举办 令观兰湖高尔夫球会主席朱树豪博士有了更强的愿望 让高尔夫世界杯再次回到中国 世界杯是唯一代表国家的一个最高的职业水平的一个赛事 所以中国这次能连续地办12年的赛事 也是打破中国高尔夫所有的历史记录 中国现在也有接近14亿人口 其中也有4亿多是青少年 那在高尔夫的发展在未来会取得更大的推广 更进一步跟国际上从多方面的 从商业、政治、文化、多方面的接轨 在申办高尔夫世界杯过程中 周树豪博士在4年1500个日日夜夜里 恢复欧美不下百次 在每一次的拜访会议上 不断向PGA的同行们传达着这样一种理念 高尔夫缺少了中国人的参与 根本称不上世界性的运动项目 而申办得以成功也是多方努力的结果 真诚的愿望和持久的努力 还必须以实力作为支撑 216栋世界第一大球会的一流条件 以及过去10年举办过的超过30场国际赛事的丰富经验 打动了挑剔的PGA国际联盟 令高尔夫世界杯正式进入了关篮湖时代 看来到西洋区域 看来到西洋区域 看来到最后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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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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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